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 最近家务事有点忙 有一个话题我前两天想讲 今天给补上 这个话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了 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部长 公安部副部长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傅政华 正式被中纪委调查了 目前他的职务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 他曾经还担任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式副主任 实际上在去年的4月份 他被免去了这个司法部部长和党组副书记的职务的时候 然后调任到这个政协这个贤职 当时我们就做节目说过了 我说很可能他没办法平安落地 其实那个时候中纪委就已经找上他了 只不过直到今天才正式的公布 那么现在公布了他被抓的消息 我们看网上一片喝彩的声音 不管是在墙内还是墙外 大家都在说傅政华的下台是大快人心 墙内的批评主要来自体制内的基层 一边倒在骂他对下级过于严苛 比如说他发明了所谓的瞪眼斑 还有一战到底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休息的床全部撤掉 不能够晚上躺在床休息 这导致了很多的就是监狱里的狱族白班连着夜班 然后很多人猝死 网友对他的评价是靠着肆无忌惮压榨底层民警 从而凸显政绩往上爬 可见的就是这些为共产党这个党组织卖命的基层公务员 他们也同样是个党国体制的牺牲品 他们也同样是被压榨被剥削的对象 但是他们呢却还在不停的为这个 把他们当做韭菜的政权而添砖加瓦 涂脂抹粉 除了体制内以外 墙外的那个自由世界 当然也对这个人没有一句好话 中国的新闻人 律师 维权人士 很多都在傅政华主政期间受到过迫害 社科院著名的社会学家于建荣 就在微博上写道说 2010年 由于我批评某些破坏上访民众的违法犯罪行为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他 认为影响到他的前途 指令公报大队负责人收集我的材料 几次到我单位和家里进行威胁 并自此以后将我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如此恶徒 今日有了报应 在公安部副部长的任上 他直接参与了709大抓捕 导致了数以百计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 被拘捕 被失踪 还有人遭到了酷刑的对待 傅政华在担任司法部部长期间 中国人权律师的生存环境也更加的恶劣 很多人被吊销了从业资格 就是这么一个 做官做到这个份上 到处招人痛恨的这么一个人 却能步步高升 身居高位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的这些所作所为 实际上都是他的政绩 就是我们觉得他做错的地方 实际上都是他做的对的地方 比方说他对待下主特别的严厉 导致底下人怨声载道 但这个是在强化警察的办事能力 这是作为公安部门的领导 他应该做的 这符合中共所谓的加强执政能力 很明显的从中共中央 或者上级部门的角度来看 傅政华这些做法是受到鼓励和赞赏的 如果我们看到他的简历 再看中共对他的褒奖 我们就应该知道 傅政华从基层的普通侦察员开始做起 他的能力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的 他绝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 人民网就曾经刊登过 对傅政华的独家报道 夸他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 提到他在2010年的高光时刻 那个时候他把有着雄厚背景的 北京天上人间等四家顶级的娱乐场所都查封了 还就是他曾经还侦破过1996年的运钞车抢劫案 1997年百宝山案 门头沟袭警案 黄光玉案 马家爵案等等多起大案要案 报道中说傅政华留给身边朋友同事的印象 是不吸烟不喝酒 喜欢看书研究问题 对刑侦工作尤其热爱 在北京任职期间 傅政华还宣布了三个凡事的铁律铁技 旨在坚决杀住队伍中办人情案 金钱案 打听案情 通风报信等歪风邪气 当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涉及到校园安全的问题 傅政华就带队对北京中小学校 还有幼儿园周边交通及内部的安防工作进行检查 同时还制定了校园安全长校措施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发觉 就是即便是今天傅政华都已经落马了 他已经被打倒了 官媒党媒在报道他落马的时候 居然还继续的对他不吝一美之词 我看到之后简直觉得这是一大奇观 财经网在一篇叫做披露傅政华落马细节的文章当中 对傅政华的工作成绩是大家赞扬 说他在1998年前后就已经在北京的行政圈颇有名气 由于工作出色 平步声云 他还引述多名业内人士评价 说傅政华在公安系统任职时 曾参与侦办多起大案要案 有魄力 置警严厉 报道还说 傅政华主政北京市公安局之后 还推出不少新政 致力于提高命案破案率 提升北京治安水平 北京警方的反共能力等 傅政华在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之后 全国公安机关还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 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还有就是北京警方还侦办 严重扰论网络秩序 并非法谋取暴力的案件 大家看到这多有意思 这个整篇文章 他没有一句话是透露 傅政华到底犯了什么错 全都是在罗列 傅政华过去的杰出贡献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这是一个某个人民公仆的复告 这不只是财经这一家这么做 所有的党委官媒都差不多 他们都没有说出一个所有人来 到底他哪错了 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中央下发的这个通稿里边 就根本没有写傅政华为什么被调查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民间舆论 所谓的这个傅政华做的事情都多坏多坏 这绝对不是傅政华下台的原因 这不仅不是他下台的原因 甚至还是他过去一直都能够不停升职的原因 这是不是很讽刺呢 这就像曾经的中央网信办主任卢伟 他被网民叫做中国的网络沙皇 他掌握了整个中国的互联网 在他被抓之后 我们这些天天被删帖 被封号的这些网民都高喊大快人心 对吧 但是请问他下台之后 中国的网络空间有没有随着他的下台 而变得更自由呢 当然是没有了 不仅没有网络审查还变本加厉越来越严 所以说不管是卢伟还是傅政华 这都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 和中国人民以为的中共的所思所想所为 都是千差万别的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就人民痛恨卢伟或者痛恨傅政华 说他们这些酷吏 觉得他们对人民不好 而中共要抓这些酷吏呢 是觉得他们对党不够忠诚 对我们的伟大领袖两面三刀 至于在工作中对人民好不好 实际上是其次的 或者说你作为这个酷吏 你越酷 你对这个人民越不好 这反而是受到中共赞赏的 反而是他们加官进决的政绩 因为这些做法 它是在维护和加强共产党的统治 换句话说就是中共这个列宁主义的极权政党 它并不能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个政党只代表自己的利益 它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维护伟大领袖的最高权利 他们宁愿放任或者纵容这些贪官污吏 去侵害人民的利益 去剥夺人民的自由 去践踏人民的尊严 那么话说回来 这个傅政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官方还没有任何答案 网上现在有不少传言 比如说他监听了王岐山 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 还有人说傅政华的儿子拉了不少钱 现在他已经入籍加拿大 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了 我不想在这里道听途说 也不想拿这些小道消息来忽悠人 因为长期看我这个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咱们这个频道不靠中南海的政治八卦来吸引流量 除非是我认为有些八卦他能分析出他的合理性 或者是符合逻辑很重大 而且又能引申出一些本质问题 那么我才会去讲出来 也就是网上有各种各样的铺天盖地的小道消息 我觉得从我这里 我就会进行一个筛选 不会说什么吸引人就说什么 我尽可能的不让大家能够在这个频道里面 看到这种特别吸引眼球 但是又特别不靠谱的那种 咱们还是得有底线 有些花边内容确实也是无关紧要的 重点是什么 是我们知道傅政华在中共的眼里 他是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官僚 他的工作也是大有成绩的 跟其他的贪官物理比起来 他可能只能说可能 他还相对清廉一点 但是腐败问题肯定是不是重要的 他从4月份的时候 去年4月份就已经被剥夺了权力 现在是彻底凉凉了 合理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成为了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然了大家可以放心 过一段时间真正公开他罪行的时候 主要说的还是他的贪腐问题 肯定是这样子的 这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绝佳的借口 就在昨天 司法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就召开会议 强调要肃清傅政华流毒影响 会议同样也提到了傅政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 但具体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 在不知道情况下 大家还都是支持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的 每一个下台的高级官员都可以说成是流毒 比如说薄熙来流毒 周永康流毒 令计划流毒 孙力军流毒等等 可以说每一阵的中共的高官 他就是一股流毒 只不过有的流毒还没被消灭 而且有的流毒还在台上 既然称作是流毒 就说明他不是个人的问题 他扩展到了其他的人 他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 或者说他是某个势力范围当中的其中议员 通俗一点来讲 就是习近平要大权独揽 他必须对付所有的潜在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对手 就像是斯大林跟毛泽东曾经做过的 他想永久执政 他就必须要搞党内的大清洗 要消灭掉那些党国的元老 还有他们的亲信 不管是不够忠诚的那些人 还是表面效忠的这些两面人 最后他们都是要被干掉的 特别是那些有能力的人 那就更不能放过了 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这种大清洗当中幸免于难 这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特点 傅政华过去战队 他肯定是站在江泽民这一边了 后来习近平上台之后 不管他表面上是不是转而效忠习近平 但是很明显他并不被习近平所信任 更何况他所处的位置又是如此之重要 太关键了 这是习近平首要整顿的公检法 公检法和军队是一样的 都涉及到了习近平的权力地位 甚至是他的人身安全 所以当傅政华的司法部的职位被罢免了之后 习近平很快就任命他的亲信 唐一军 掌管了司法部 唐一军曾经长期在浙江任职 他属于习近平的之江新军 但是如果以傅政华的能力跟年龄的话 按理说他是还能继续往上升的 但是现在已经变天了 现在已经是习近平的天下了 作为这种前朝的旧臣 不好意思 你只要是得不到习大大的信任 那你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 没有任何一个皇上会把一个重要的职位 交给一个他不能够完全信任的人 或者说这个人还是在过去长期跟自己的政敌勾兑的人 其实这就是傅政华下台的原因 其实这也是许多的中国官员的终极命运 复巢之下无完卵 在中国这个党国体制之下 特别是正在走向极权主义的今天 没有一个官员是有安全感的 不管你的工作做的是好还是做的不好 这都是其次 有人可能会问了 他不是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个闲职了吗 一个政协的职位吗 等于是已经给他降职了发配了 为什么还要斩尽杀绝呢 如果你拥有这个皇位的话 你肯定就不这么想了 毛泽东当年就是没有斩草除根 后来对邓小平网开一面 结果是什么 他所倡导的这阶级斗争 这个毛泽东思想被彻底颠覆了 被毛泽东看作是人生中最自豪的两个大功绩 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 也被彻底否定了 他在后半生一直不断的去打击 消灭的所谓的党内走资派 最后还是成功当权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悲剧 今天的中国跟古代的帝国其实没什么两样 古代为了争夺皇位或者是守住皇帝的宝座 亲兄弟之间还能够互相杀戮呢 对吧 所以说在一个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当中 你不可能不心狠手了 一旦发慈悲心的话 你可能就是下一个倒霉的那个人 这就是傅政华这种人必然会被狡吐死 走狗争的原因 历史上那些为主子干尽脏活的那些烂冠污吏 他们很多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甚至最后死了都要被人民鞭尸的 无论是你在这个共产党院里面 是多么杰出的多么优秀的 多么大权在握的 你随时都可能会成为这个高层权力斗争当中的牺牲品 或者是替罪羊 从这里边我们不仅看到了傅政华个人的悲剧 也看到了这种腐朽的没落的 黑暗的体制之下的 十四亿中国人的悲哀 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兴趣的话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